因為很多人都說我們低卡 大家同事幹情很好 我們就來戳破這個泡泡 沒有 好啦 講出的真相 講出的真相 戳破 周末下班想湊趴 三五好友就一趴 約好來我家看貓 門一打開太糟糕 寵物毛髮滿天飛 朋友轉身走到飛 不想空氣充滿灰 交給菲利普來追 過濾空氣的神器 360度進氣 搭載麥米及濾網 各種微粒全都倒 一鍵自動全進化 麻煩步驟不用怕 單種模式來切換 低中高速輕鬆快 機型輕巧超方便 住房小屋不受限 手機app可遙控 監測品質好掌控 一台空氣清淨機 菲利普環以清新好關係 大家好歡迎收看低卡巡奇 哇馬上來進入第一篇文章 超快 超級快 欸你們是不是會說什麼 低卡巡奇是一個什麼 低卡巡奇是一個 我們會在板上固定搜尋一些文章 有趣文章跟大家討論 對對對差不多 你知道我最近年紀有點大 開始有忘記這些台子 馬上來進第一篇文章 來自手游版的貼文 手游玩家就是低人一等 有人會表示 明明手機遊戲跟電腦遊戲一樣 有各式各樣的遊戲機制 美術世界觀 但看了好多梗 梗 烤水太多 但看了好多梗圖 都說手游就是比不上電腦或是主機 可是他覺得 手游也有很多好遊戲啊 差異就是 他其實是遊戲模式不一樣 然後大家只是拿說 手游就知道課金 怎麼樣來嘲笑手游玩家 好我們先來問一下 有在玩手游的幫我舉個手好不好 之前也有常玩 我是一直都有 我其實以前也有在玩 那Role有在玩嗎 沒有 我手機裡面沒有任何的手機遊戲 我超不會玩遊戲 我每次只要打遊戲 然後那個電腦就自動幫我調成 最簡易難度 然後我還是過不了快 喔 OK 你覺得你玩手游的時候 你自認會有一種 你低於這個桌機玩家 以及主機玩家的這個心情嗎 不會 但我覺得可能有些桌機玩家 真的會瞧不起手游玩家 其實你玩手游玩久你也知道 就是有些手游就是真的是 都是個模板你知道嗎 換湯不換掉 我們所謂的換皮遊戲 對 召喚系統什麼 派遣系統 都一樣都是那些東西 你是不是為了就是妹啊 一些妹的角色 你一直在那邊抽 其實是 其實是 你剛剛老實承認幹嘛 好那我們來問一下Rex 老實說 還是覺得桌機略勝一籌 哇 可是像你之前不是有在玩那個 插繩圓插那個遊戲 現在跟直接講出來自己一樣 圓繩他相對來說 他場景那些都做得蠻好的 我就是砸了一些錢 砸了六萬多塊 但六萬多塊讓我 就是玩這個遊戲已經沒有任何難度了 我後面就發現 哇 好沒有樂趣喔 然後他陸陸續續出了很多活動 讓我的感覺都是想要讓大家 停留在上面的時間變長 而不是內容上更多的油滑 阿幹這樣會不會被人家靠背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我確實曾經是這樣覺得 我真的覺得玩手遊的人 不能被稱為遊戲玩家 就手遊它是一個玩不玩的遊戲 喔對 其實它的課金模式相較於電腦 以及主機是比較特別的 因為電腦跟主機比較多 多數是屬於那種買斷的 這個遊戲一千五百塊 你買完了 然後你像是個小說一樣 你把它看完 你把它玩完 它就結束了 但手遊比較不太一樣 手遊它裡面比較多的是 需要靠花錢來去增加你的競爭力的一些東西 我這時候這是以前的天見 因為後來有發現其實 手遊還是有推出不少好作品的啦 因為像有些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他可能就只玩手遊 對 像你看天堂 講真的要是沒有天堂M 你覺得現在二十歲的年輕人 會知道天堂是誰 對啊 他還可以噴出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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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是不是去玻璃島的時候沒有人帶你 然後你就很生氣 你就是講這種話才會讓人家 不想要加入遊戲世界 就是一直重複打怪的過程 然後你就會卡等 你就會覺得一直重複這個過程 你那時候玩什麼職業 獵人 獵人會無聊喔 你剛轉職完就可以去殭屍洞 然後馬上做那個捕獅 太宅了啦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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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都回來了 我覺得你可以先從一些 比較簡單好玩入門的那種遊戲 以前有些網頁版遊戲我會玩啊 flash 之類的那種小油 是火柴人 你說那個皮卡丘打排球 你是什麼也要玩 我不許你玩遊戲 開玩笑的 這個是 手遊跟桌機玩家都會比試的 flash 玩家 最後一句話 大家都是玩遊戲的 遊戲市場 遊戲市場就已經夠小了 不要再分了 大家遊戲人不要分遊戲 不要戲人不要分遊戲 我們看一下卡友留言 B2的卡友說 我又不知道比的是啥 遊戲好玩就好 但硬體方面 手機性能確實比不上電腦 這是確實啦 補創的這件事情 現在很多手遊會用 它會吹出PC端的 我知道它就算PC也可以玩 對 原則也有 這樣子不管是 手遊玩家還是桌機玩家 大家達到一個 大平台 Family We are family 不管是哪個遊戲玩家 都可以跟我們分享你的遊戲經歷喔 好 我們看下面一篇文章 下面一篇是來自閒聊版帖文 想問問大家 Line跟IG 到底哪個比較私密 原婆一直覺得 IG比Line私密很多 因為上面會有各種照片跟日常心情 Line對他來講 只是一個傳訊息的地方 有的是他在跟室友聊天的時候 覺得Line比較私密 因為Line感覺好像就真的要聊天的感覺 他想問大家 如果遇到不熟人 你到底會給Line 還是給IG呢 我們就直接單刀直路 Lauren你會給IG還是Line呢 等一下 不要講 你猜猜看 我覺得他會給Line IG 我覺得他會給IG 好我們要請Lauren公布答案 我會給Line 懂女人如我 你是不是在說Line 你是不是在說謊 沒有 好軟喔 她說 你是不是一個Liner 因為我就像跟遠PO一樣 我覺得IG上面會PO很多 自己個人的東西 什麼不是在練那個 鋼管路啊什麼之類 這給陌生人看到好嗎 如果真的是不熟的人的話 那Line的話我可以不理他 但是IG的話 因為我太常在上面PO東西 他回我的話 我就一定要回他 我就覺得這個 這個感覺 對我來說是一個制約 對對對 Andre呢 要是你遇到陌生人跟你要 你可能就給IG吧 就追蹤可以多一個人 沒有啦 Line啦 Line啦 一定給Line的 商業考驗 IG這麼尷尬 我也不想去屏蔽任何人 或什麼 就會給Line比較單純 Race呢 IG是一個相對來說 可以增加一些話題的方式 因為你看得到他的一些生活 我自己其實也是騙IG 其實IG對我來講 它有點像是 它是被包裝過的一個東西 可是因為你IG也算是公開的 沒有 我說就算是施葬 我可能 噢 施葬可能不會 說話 你才是Line啊 可是你聽我解釋 以前的話我也會認為IG是一個 拿來裝飾用的東西 你決定給大家看的一個模樣 它不是真正的你嘛 所以我覺得給IG好像是合理的 但後來聽了你們這樣講之後 好像也覺得 確實啊 覺得給Line的話好像還OK 可是其實剛剛講一講 我覺得我相巴有變 哦 他說不熟的人到底要換IG還是Line 我覺得還要再有一個分歧一點 就是說這個不熟的人 你到底有沒有想跟他變熟 對 如果想跟他變熟 那可能就換IG 你也可以看到他的限動 然後他也可以看到你限動 我們彼此回比較沒有壓力 不用運找的話題去聊 對對對 那如果今天 呃 我想看喔 不知道要說什麼 忘記 哈哈哈哈 太老了吧 我見到什麼了 幾歲的人嗎 完了 我在這出牢 我忘記要講什麼了 哈哈哈哈 我好擔心他 我完全 我完全忘記 啊 我想到了 我想到了啦 就是你跟你好友聊天的時候 你到底會用Line聊天 還是用IG聊天 我跟我比較好的朋友 也是用Line聊天 就是我們會有一個群 嗯 但是IG有一個好處是 就是因為你有看到一些好笑的內容 可以直接傳嘛 好 直接分享給他 Ref呢 你跟你女友也是用Line嗎 大部分都Line啊 我Line買了超多貼圖 我Line用貼圖 我就覺得我買了這些東西一定要用啊 但是我覺得真的啦 像Ref這樣 可能這個比較親密的人還是會用Line 因為可能是很早期就認識 我想說一件事情 我那時候剛進來的時候 我發現大家彼此是沒有Line的 我們現在有個群組 我們是有個群 但是我們沒有私家 你知道那個群是誰創的嗎 創的 那個群是我創的喔 這個話題其實可以到我們下一天聊 我知道有一個更適合的聊喔 期待吧 看一下卡友的留言 BD的卡友說 我會換Line 看得到大頭貼 其他啥都看不到 IG對我來說是很生活的地方 就像剛剛的理論啦 就是你IG還是會有一些 比較私密的 例如說可能跳鋼管舞啊 什麼之類的這種 根本不會私密啊 其實說這個鋼管舞很漂亮 跳得很棒 大家歡迎追蹤Roran的Line 不跟IG啦 那歡迎卡友跟我們留言 要是你的話 你會選擇換Line還是換IG呢 好 歡迎跟我們討論一下喔 下面一篇是來自工作版的貼文 同事感情未免太好 原PO表示 剛進入職場沒多久 公司同事人都很友善 有問題也會願意幫忙 後來發現有一群同事感情超好 假日還會一起出去玩那種 但他自己一直是秉持著那種 上班好同事 下班不認識的那種狀況 他就在考慮說自己到底要不要融入他們 好 我們今天就來聊聊看這片文章 因為很多人都說我們DK 大家同事感情很好 我們就來出貨這個泡泡 沒有 我們算起來都不算是一代成員嘛 我們應該算是二代成員 REX應該算1.5代 我們從這個1.5代加2代來看一下 覺得大家同事的感情到底怎麼樣 我們先請最菜的 Roran 就真的滿好的啊 我覺得不會到真的像那種 就是遠PO講的上班大 什麼好同事下班不認識這樣 接下來換這個倒數第二菜 Andre的部分 怎樣 你這樣 好啦 講出的真相 講出的真相 戳破 戳破他啦 我覺得好啦 對 但是好歸好 還是有誰跟誰特別好 還是有一些小團 不要說小團 反正講 就是會有一些人會特別的 處得來 對 但我覺得整體來講是好的 我加進來之後 我也確實感受到 跟以前公司比較不一樣的氣氛 就大家相處真的是 比較像朋友一點 今天會證明我們感情還不錯的點 是因為我覺得大家還滿敢直說很多話的 表示大家感情是真的好 雖然說我進來之後才發現大家沒有LINE 互相有LINE這件事情 還是讓我覺得有點神奇 接過來是不是 好啦 我們最後歡迎我們這個大家長 我來講一下啦 如果說工作氛圍的話 當然是大家都還滿不錯的 不過私交的話 我覺得私交比較偏 比如說假日的時間你們還一起出去這樣 對對對 那這個就相對來說比較少 像你們兩個還有嗎 也不是這麼說 其實你有時候買植物也可以揪我們去 我們不見得有興趣 但我們會配合一下 沒有啦 我一直都想說 我們上班的時間已經很close 你更應該在下班的時間去經營其他的關係 因為Rex講的也滿好的 其實就是我們有些固定的聚會 我覺得這樣就其實滿不錯的 我們先來回到原PO的問題好了 你覺得上班好同事下班不認識這件事情 是不是其實是對的 還是你覺得這件事情其實是 你覺得就是應該去打好關係嗎 因為我本來就是 社交能力比較弱的人 就沒辦法跟人家講很多話 所以我上班的時候幾乎是 專注在自己眼前的事情 我會覺得 當然跟同事打好關係也不錯 但是就是會耗盡我比較多的力氣 精力 我覺得也沒有錯就是個人選擇啦 那Andrew呢 問題是 原PO 現在大家怎麼 原PO的狀況空心意機關了沒 心理靈魂了是不是 有有有有新鮮空氣 你是原PO的話你會怎麼做 可是你也知道我的狀況啊 我剛來的時候你就 我說我會投入他們 你就知道我在變了 對對對 因為其實老實說 因為我認識Angie 他其實蠻做自己的 我從小到大真的 我不想一開始就很出風頭的 表現自己說 哇我其實很 outgoing 然後我想加入你們 我寧可就是 我慢慢讓你們去認識我這個人 我覺得比較是我的風格 我覺得像原PO這樣子 如果大家都是成藝群的話 今天大家都數很好 就你一個人不去參加 我覺得好像你也不好啦 你知道偶爾參加一次啦 我記得我剛進來的時候 最常被人家說 你們吃飯我都不去 我就是在說你 可是我真的到現在都還是不去 沒有可是我覺得 從一而終的男人 但是我覺得如果假設你做這件事情 你可以這樣選擇 但是你就不要去介意 對啊 你不要去介意別人怎麼看你 那我覺得就沒關係 不要影響到別人的工作 我覺得做自己其實沒有什麼不對啊 對啊 就像Andrew其實也沒有一定要跟大家 一起吃這種款 沒差吧 我怎麼覺得你好像最介意 沒有啦我講真的 我真的覺得沒關係 其實那時候我也只是希望可以幫他 多融入的環境啊 怕他覺得格格不入啦 就沒想到他享受格格不入 那我們看一下凱爾的留言 B說 聽同事們很常聊什麼話題 自己去研究後 嘗試融入到融入他們 不一定要研究到很深入 大概了解即可 其實心態我就覺得還不錯 所以同事覺得在聊什麼 最近同事很夯一件事情 出國 對因為相繼出國 其實我就覺得我就沒有研究 並融入他們 真的想了解再了解就好 對啊 沒事啦 沒有一定要假裝嘛 還沒有很好玩嘛 東京嘛 對不對 富富山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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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不管怎麼樣 我覺得其實就是個人選擇 最主要是你能不能在那個公司待得舒服 有一個你覺得你自己舒適的環境 我覺得就OK了 沒錯 歡迎凱爾有跟我們分享說 你是如何在不同樣的公司環境 你會選擇怎麼樣做法呢 歡迎留言跟我們說 好來到我們主委加碼時間 我們感謝菲利普空氣清淨機 贊助我們一個加碼話題 養寵物的熱門選擇 來大家現在有養寵物了 請幫我們舉個手 大家這麼不寂寞是不是 我們先來問一下 Andre 你養什麼寵物 兩貓一狗 兩貓一狗 你把貓跟狗養在一起 對 不會吵架嗎 但是因為狗是最後進來的 所以狗是從幼犬開始 我覺得可能貓會比較適應 因為開始他沒什麼威脅性 他很可愛 小小一隻 貓就是也覺得沒什麼 後面兩位為什麼目前沒有養寵物 所以我現在只能養植物 不能養動物 你選擇是植物 其實以前有養過魚跟烏龜 我養巴西烏龜 然後我跟我的魚養在一起 魚裡面是養鈣斑鬥魚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他可以吃蚊子 就是形成一個良好的生態系 結果殊不知某一天 我的巴西烏龜就被我的 鈣斑鬥魚給咬死了 到底這麼兇 出乎我的醫療 他怎麼把它咬死 他不是可以丟進去 沒有你就回家突然發現 就只剩一個龜頭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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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龜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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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一個龜頭 你恐怖了 我家小時候有養狗 他是米克斯 後來為什麼 他就老了就生病了 後來長大之後有想要養 但是父母就會說不要 因為他們會覺得 其實要經過那種生死離別 那種太痛了 我養過邊境牧羊犬 對 養21年 人家說邊境牧羊犬是邊境牧羊犬 狗是狗 對啦 因為很聰明 他聰明到什麼程度就是 他上廁所是 沒有到可以坐馬桶那種程度 就還自己拿過身子在插 怎麼會有一隻狗 就隔一個淋浴間的區域 他完全就會在那邊上廁所 叫他吃東西 要叫他吃東西 不是其他東西 其他吃東西 他會左上眼 謝謝囉 就是你要叫他吃他就吃 如果你叫他不能吃 他就絕對不可能會去動那個食物 就真的很乖 可是那時候養了21年之後 後來就去世了 哇 大爆哭耶 剛才沒問你你養的是什麼狗 查理是小獵犬 有點貴族感 他這種狗其實早期 他在英國好像就是王子在養 你知道他的功用是什麼嗎 是幫王子吸引身邊的跳蚤 去咬他 蛤 你以為說他有一種 哇 日我犧牲 現在他們在你家有的 幫你們吸一些蚊子跳蚤嗎 我不知道 我認真去翻蚤 出來的時候 臉上都 你才是犧牲那個 你才是現代查一次小獵犬 你們覺得養寵物有什麼缺點嗎 讓你們才不想養寵物 如果是養狗的話 養狗的話 你就是要帶牠定局去散步 要犧牲一點自己的時間 然後還有就是寵物的毛真的很多 我前公司其實有養毛 你知道毛就是很隨意嗎 就會在你那個 鍵盤上面走來走去 然後就會一堆毛 身上走來走去 然後就會一堆毛 你下半的時候全身都是毛 可是他也幫你打字 對 幫你跟傳訊息的暧昧的對象 因為有一陣子很流行養貓 其實我認真那時候想過要不要養貓 但後來有一次我去我朋友家去玩桌遊 我後來直接放棄養貓的念頭 因為我過敏到爆炸 就是我鼻子一直吸到那個貓毛 一直打噴嚏 整個下來種水餃 種餛飩 然後重點是 我又很討厭衛生紙包在座上 加成討厭 相當厭惡自己 因為這種原因 就很多人就不想養寵物 這時候就需要一台空氣清淨機 AC0650迷你奈 就是這一台迷你奈 怎麼樣大家看到這個外觀 非常的簡潔美麗 體積也很小 而且其實我有稍微試用過 其實那時候我有自己關在這個 我們的器材師試用一下 有開起來 因為它有三種的模式 所以我那時候在裡面開一陣子之後 確實灰塵一些的東西 就可能都會感覺比較好 因為我們器材師真的有時候灰塵蠻多 灰塵會比較多啦 它強調360度進氣設計 前置濾網過濾灰塵 寵物毛髮 內層搭載奈米及HEPAH濾網 可過濾冠狂病毒 過濾效果更是優於 N95口罩 就像我剛才講的 它有三種進化模式 低速 中速 高速 一鍵就能自動進化 鍵最重要是什麼 它還可以用APP操作 喔來來來 我現在把它開機 聽到沒 剛才我們講過三種模式 它有個Sleep 你睡覺的時候就可以使用這個模式 它聲音就會比較小 它的運轉是比較 沒錯 對比較安靜的 對你睡前的時候開起來 很清新的空氣 如果你假設你不在家 你就可以開一個比較強化的模式 狗開始在跑了 開始跑了 跑起來了 它也會監測你的空氣品質 然後也會提醒你 記得要換濾網 是相當方便 那這台呢 也非常適合這種 現代的家庭空間 只要20分鐘 即可進化七頻的室內空氣 還以清新好環境 哇 真的相當推薦啊 好 現在進行我們這個空箱測試 我們等一下就會放出這個煙 然後讓這個空氣清淨機 來吸一看看 哇 看它效果如何 來準備囉 放煙 哇 哇 太濃了吧 這怎樣 空氣品質是相當糟喔 哇 那我們準備 用App來啟動 好來 我們空氣清淨機 啟動 聽到聲音了 哇 這裡有沒有效呢 有有有有 哇 它很像一個龍捲風耶 哇好帥喔 哇 哇 真的非常快 哇 效果是相當不錯 我相信外面廠商也是送了一口氣 好 相當成功 相當成功 好 那如果你對今天討論的文章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在下方資訊欄找到連結 最後提醒大家 現在不管是社會人士還是大學生 只要用手機號碼就可以快速註冊D卡囉 D卡學期我們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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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菲利普空氣清淨機 AC0650迷你奈 輕巧便利 找回你的清新好關係